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 培洛西亞洲行 公布最新的行程 預計訪問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南韓與日本 臺灣沒有在公布的行程中 培洛西強調 此行將重申美國 對區域盟國籍朋友 堅定不可動有的承諾 一行人搭乘美國空軍運輸機 從舊信山出發 停留夏威夷 美軍基地後 預計八月一號出席新加坡 美國商會的一場演講活動 培洛西表示將關注印太地區的安全 經濟夥伴關係和民主的致力